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置时间 消毒时间 清洁时间 其实都要到一到两天左右 那如果说你七加七 一样的道理 并不是外面所讲的说什么 我可以排个几轮 那个都不对的 就算政府要做这样决定 我们是希望一次就到位 不要一直改一直改 使用过的防疫旅馆 为了确保没有感染风险 消毒后要预留时间静置 如果遇到确诊者 时间还拉长到三天 旅馆必须留后路 挪一两间空房随时调度 如何认定七加七资格 也让业者很头痛 目前防疫旅速查询平台显示 新北市一片红 诊断返乡期都已满房 不过业者说改七加七后 系统已经不准还会再变 只求政策能一次到位 否则苦了业者 也累到旅客 三连信物 国益选增加选台北报道